你好 欢迎收看9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已经41年乔林的布里乡明里大桥 在海葵台风来奇后 出现桥墩下陷的情况 而经过县府桥检人员两次会刊评估之后 认为有通行上的安全疑虑 于是依照花莲县封路封桥标准作业的程序 在14号上午9点后进行封桥 而乡长将东城道场关心 同时表示大桥封闭影响东西巷的通行 数千民众必须绕道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尽速修缮或是重建 这个月3号中度台风海葵登陆 台风中心通过了复理箱 跨越秀古兰西的复理箱明里大桥 因桥面呈现 华里县政府宣布桥梁有通行安全的疑虑 9月14号将由布里厢公所办理桥梁封闭的作业 而在上午9点起 明里大桥东西两边出入口封闭 华里县政府建设处的一个明确的公文 认为我们这个明里大桥通行部分的话 因为急降雨还有那个受到那个大水的一个冲刷 桥墩包括桥面的部分的话 相关的混泥土有受到一个冲刷 桥面部分的话也有受到一个冲击 有凹陷的一个状况 道场关心的布里厢长江东城表示 明里大桥在民国71年兴建 历经0918强震已经有些受损 没想到在0903海魁台风来袭之后 桥墩下陷导致路面军裂 经检测已经危急车辆同行 为了民众的安全 所以不得不进行风桥 是桥面或者是桥墩部分 有明显的凹陷的一个状况 经过冲刷之后 以水的一个大雨冲刷的 很明显的凹陷状况 其实在表面上还看得不清楚 如果在侧面看的话非常的清楚 短时间之内 我想请所有的乡亲来见谅 真的能够改到 这个桥面的部分 真的是安全上有顾虑 所以不适合通行 也不宜通行 大桥维持东西向明里村 雪田村和浊西村伦天等部落 等数千人通行重责 县府也已经列一封灾 报请公共工程委员会进行评估 待评估作业之后 才能知道是要打掉重建 还是能够修缮 也希望相关单位重视 尽快来协助办理 记者高双双 副理箱采访报道